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日前美方再次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大俄武器援助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有关规定 中方对涉事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了反制措施 我要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如 赖清德当局搞乙武巨统是唐币当车 买再多武器也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美方执意以武驻毒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威的境地 卖再多武器都动摇不了我们反对台独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 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关注往熟 鲜巾